母亲节就要到了 想给我妈妈做一道她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这个食谱呢是从我姥姥那边的人传下来的 这个五花肉呢我买的是带皮五花肉 我们把它洗干净以后切成大块 大概是三到四公分见方 这个五花肉提前我们要焯一下水 焯水的时候呢锅里要放冷水 这个肉要跟冷水一起加热 打开火用中大火加热 锅子开起来以后我们把上面的这些浮沫给它撇去 这些都是脏东西 撇干净它 打好浮沫以后我们把火关掉 现在把肉捞出来 再切一点点配料葱和姜 炒锅用中火加热 现在我们把里面倒上差不多两到三汤勺的植物油 油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我们把冰糖加进来 然后我们开始炒糖色 这时候我们一直保持中火 我们的冰糖全部融化以后成琥珀色 现在我们把这个焯好水的五花肉倒进去 然后迅速给它翻拌均匀 让每一块肉都裹上漂亮的糖色 加入葱姜 八角肉葵 香叶 花椒 然后给它炒匀 加入一些生抽酱油来提味 一点点老抽来上色 我们家的传统是用白酒来做红烧肉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家里是用料酒或者是用米酒来做 但是我觉得白酒做出来的红烧肉 这个味道是非常的浓郁 超级香 加入一汤勺白酒 现在我们加入一些高汤 就是刚才我们焯水的肉汤 这个肉汤加进去是保持原汁原味 比加热水要强多了 转成大火 按自己的口味撒一点点食用盐进来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我们继续用大火煮开锅以后呢 转成中小火焖煮五十分钟左右 这个红烧肉就做好了 燕燕怎么样了 做好了吧 炖了有一会儿了 你放了什么酒 白酒 和我姥姥那个做法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红烧肉也可以做点 放点什么炸鸡蛋 我小时候你不经常做的 对对对 放点炸鸡蛋 还放点别的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 都可以放 我记得我小时候你还放炸过的豆腐 对对对 是不是啊 炸就好吃了 还有一些豆制品都可以往里放 嗯 行等会咱们看看 看有没有多余的汤 有就放点 嗯试试 对对对 炸好了 炸好了 还不错啊 嗯 不错不错 然后再炖一会儿 我的红烧肉炖了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因为我切的块比较大 所以给它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现在打开真的是超级漂亮 红亮的 而且这个皮是晶晶亮的这种感觉 这肉都炖烂了 用筷子给它夹出来放在盘子里摆一下盘 红烧肉把它摆好盘以后浇上汤汁就可以上桌了 荤素搭配营养材更均衡 在这里呢我来炒一个素菜 在油锅里放上一些蒜片给它炒出香味来 香味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超过水的西兰花和山药 放到里面放到里面爆炒 先炒一小会儿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放一点点盐进来 调一下味儿 这道菜非常简单 这道菜非常简单 放上盐以后再炒一分钟就好了 因为你的食材都是提前用水超过的 今天你点了一个菜吗 那时间快乐 刚才我做的很好吃 挺好的 真 不算啊 对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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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